小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很多时候 你只能依靠你的经验 对吧 你往往经验累积越多 你才能找到那个最接近的 那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 最绝对手 对 WG 陶宛安 回忆 大龙 艾莉 焕赫埃克 是的 在今天呢 其实看看他们会怎么样 去选一张地图嘛 毕竟他们这边是作为一个主场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长途狼队的陈铅介绍 小偶动 小明 487 宠爱 小蝶 以及叶宇 是的 我们双方选手也准备就绪 让我们来看一下选手登场 大家好 我们是艾人大队 晚上好 晚上好 你们两边都挺爱啊 就今天的讲话来讲的话 两边好像都挺爱人的 有点 真有点 上回我们录情报局的时候 也是艾将他其实有点 那种 仔细讲 就是他是想表达一点 但他又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挨 说不出口 还需要腼腆一点 或者说他怕自己说得太多了 是不是 万一说到女生问出来什么 队友之间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对 但我感觉大龙他其实平常私底下 我觉得话还挺多的 我们平常认识到的他 或者说是跟他一起玩游戏的过程中 其实他还是比较蛮开放的嘛 还是挺开朗的嘛 我觉得 就也不是纯哀 对吧 来看一下 今天也是选择让自家监王者先上嘛 崇朗就这边 那去面对WG的求人者 其实WG求人者最近这段时间 确实是能感觉出来 他们配合会更好一点的 对 之前一上来的时候好很多 之前其实就是让我们感觉 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个自己的想法 是吧 打的可能就是说配合到不了位 对 这个东西也是要结合的嘛 就是你既要保证 自己牵制功底的同时 要跟队友去沟通好 就不要倒遗产机啊 不要倒地压师啊 然后你这波要怎么样去安排啊 怎么样去打配合啊 思路上必须要统一嘛 我们现在其实在排位上也好 还是在比赛上 你只要思路统一了 对于坚文者来 就是你坚文者想到什么 我们其实求人者也能想到得到 必须要拧成一股劲儿 对吧 对监管来讲的话 就是看看他们 有没有这种信息差去给机会啊 没错 我们说谁能够在这个 位置不好的一个地方去突破 这个监管自己得抓了 对 上来第一局 应该也是要面对的宠安 你想合据的可能性比较大嘛 看一下这边的数据 桃园的常游角色 先知跟杂技 演员的分呢是6147 签证呢是75秒 就用0.11 然后破译呢是104 有21的淘宝率 那作为一个牵制位 我觉得75秒的一个数据 也是相当优秀的 而且当然在联赛里面 也排名第三嘛 甚至擅长的角色呢 也是在队伍里面 你想想先知啊 心力啊等更有的角色 其实他也都是擅长的 甚至我们也知道 他自己有手绝活 机械师 就是打雷弱嘛 对 对于版区的博弈啊 还是非常到位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幻赫 他的军演员等分呢 是在8079.74 排在联赛第二 军演员时间呢 是在71.47 排在联赛第五 举军配进度149.29 然后逃跑率呢 是在42% 是的 那幻赫他的一个 长途角色呢 是拉拉队员和佣兵 对吧 现在呢就是 我既打辅助位 我有时候呢 还参与队伍里的 一个救人 对吧 把我这个位置呢 灵活一些 都是老拳手了吗 各个位置 其实他们都有所地去擅长 而且幻赫呢 其他一些位置 你像昏陀 得到一些的 他也都会 是的 这边回忆 他的一个长途角色 病患和佣兵 你的分呢 是7109 1.13的救人 150的破译和50的逃跑率 是 擅长角色也是病患 加上佣兵 在队伍里面 也是一个全能位了 因为回忆 从一开始的比赛 打到现在 他每一个位置 几乎都是上手过的 是吧 都参与嘛 对吧 让我牵制也好 救人也好 破译也好 基本上什么都打 现在打救人 打得多一点嘛 因为队伍里 大家对吧 分工嘛 对 大龙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之前呢 也是有拿出来过 类似于接诗 对吧 到现在也是万能 他的一个长角色 飞行家跟杂技 演得分了6172 签诚言是63秒 救人0.45 会140 然后淘宝率是34 战场角色 现在也是有打击 以下刚刚我们也说过 其实在比赛前一开始之前 他也是有拿出来 机械师等这种角色的 对对对 这个版本的说话 速修蛮火的 对吧 这个囚徒 大概基本上 也是到了一个 非班必选的一个阶段了 对 包括说现在作曲家 也是打得越来越多了嘛 嗯 囚徒这个角色 在第一局 你假设是永年镇上的地图 拿上来危险吸收 会不会也是有点大呢 对吧 你毕竟格局你追囚徒 也并不太费劲 这也是大逼教练KX4 看看吧 今天这场他们面对 成都狼队会拿出 怎样的一个战术吗 毕竟是自己的一个 主场选徒 还是先掌握了一些主动权的 李奥的回忆 唐人街这两个地图 你现在囚徒拿出来 可能还比非常大的 是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宠爱 他的一个超级角色 割剧跟守夜人 一分是10294 然后击倒是6.13 淘汰是2.37 然后震慑是0.63 然后又是6的一个死抓率 是的 擅长角色 也是像割剧 守夜人 还有他之前有拿出来过的小丑 包括我们现在也有见过的艾伟吗 是的 他那个角色还是蛮深的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他的那个唐人街 守夜人四抓 当时把遗形 是用得有点出神入化 对 遗形现在在很多地图 都能是用到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看到 成狼队的抽风 也是他们这边的教练 是的 我感觉跟宠爱 反正他们俩 这个化学反应是挺搭的 对 对 对 成绩也好 这个梗也有 是 就蛮好笑的感觉 甚至现在从角色上来讲 宠爱 你要说真是拿出来一下 永明镇 唐人街 他的角色之夜 真是蛮舒服 因为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算献上他的歌剧 他到时候拿出来一些其他角色 我带个遗形 也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还得防 对吧 因为宠爱 他这首歌剧的熟练度是真高 对于他来讲 就是这个歌剧 已经是玩出花了 就是他能把那个冲刺 玩成小丑拉锯一样 对 撕滑 是吧 也就是小丑在这个版本 实在是被克制得太多了 没办法拿他出来 保一下下线 或者说保到真正上线了 其实还是因为 大家会去针对 第一上来的话 大家会不太适应 但是后面打多了 就已经习惯了 是 这边的话 地图是搬掉了唐人街 然后达比直接逃胡锦村 那就是第一局去放手一搏 让监管发挥了 对吧 球赢者这边去抗压 胡锦村 跟人家体系 也是可以去拿一拿的 就拖你时间吧 也是可以 这张地图的话 有很多好的一个球赢者 可以去选嘛 类似于什么病患 杂技玩具商 对吧 空军古董商先搬嘛 对对对 然后什么防割剧的话 园钉 魔术物都挺不错的 是 甚至祭司在这张地图 其实优先选择率 并没有那么高 是的 那空军古董搬掉的话 一上来还是先 拿两个球纹的位置 心理园钉什么的 对对对 这园钉的话 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先知囚物也可以对吧 打这种速修 先知囚徒 基本上现在这两个角色 他们是一起出的嘛 对 因为你这个这种里面的核心剑 其实是囚徒嘛 对 因为囚徒这个角色 你只要不抓他的外面密码机 甚至能给你 第一个人你淘汰 密码机可能就刚好 而且这样出的好处就是 我还可以防一下艾薇 对吧 因为你如果说 你去选艾薇控场的话 我会给你一个密码机的压力 同时那先知的鸟 可以去支援一下 对对对 而且打艾薇 也不是说不能吸鸟 只说那你被追的话 你就不要吸鸟 艾薇这个角色 现在你真说是要他怕了 也就是看这个前期 这喷能不能先喷 第一次喷不到 对对对 感觉艾薇的话 就要么你直接被秒 要么你就牵制很久 对 看他这边大副 第三手的选择 把兵换给搬掉 然后没有选择拿拥兵倒是 第四个角色 去防一下割剧 第四个角色看要不要再拿出来 像飞行家 杂气 其实这些角色也都可以 对你搬一个 我可以选另外一个 要不然的话调久也行 是 调久也不错对吧 你调久加千知 甚至就是说 你如果真要拿艾薇的话 你这调久的话 也是属于克制到他了 把飞行家搬掉 冰飞行家修得还快一点 要拿调久吗 看看吧 看这里是补状态 还是选择一个辅救 对吧 都可以 调久配个仙知 主要太稳 鸟一给上 你这个久是必然能回上 确实 确实 那这样的话 就是把所有压力 都给仙知了 记者 打出来记者 那就是选择一个辅救位 对吧 是 比如说我是一个双救 加双修 记者这个角色 其实有点意思 就是你猜不清 他到底有没有去 带一个化行为 你猜猜是他 他两样都会带 就是先当他没有回王反召打 你当他如果没有回王反召 但就是双弹化行为宜 或者说是单化行为宜那种 对对对 就先当他没有回王反召打 他要么就双弹化行为宜 要么就 因为有时候你要单靠一个化行为宜 记者其实他的签证能力 比较偏弱 对吧 对的 我现在选记者有个好处 有时可以帮队友抗刀 帮队友卡板 同时密码机也快一点 对 而且玩记者也不太怕小丑 是 还有就是说第二首 他还可以再过来救一波人 对对吧 尽可能再拖一场 一些密码机的进度 就我们那天就看到 有一把这个红教堂记者 打得非常好 就每一刀都扛到了 对吧 就跟那个调侠师一样打出来 这个阵容 囚徒加先知 两个应该都是没有带 混合反召的 双台飞轮一带 然后记者这角色 其实真有点才不准 不过你要是三个 全部带混合反召 就有点太拼了 第一个人要是失误了 那多米诺骨牌 反正肯定是 有人带双台飞轮 是 然后有人带化险围仪 就像怎么安排 对吧 看宠爱能不能去 把握到这个天赋上的 一个问题 找到机会 对 应该是带化险围仪 毕竟有先知 有先知宝的情况下的话 带化险围仪其实也够 而且你像大家玩先知 就不愿意带 这个混合反召 因为我可以吸鸟 大不了我就吸鸟 还是选择了割据 这个阵容打割据的话 反正球温者这边 是比较脆的嘛 就得看你的基本功了 对球温嘛 对 你要是牵制得好 那没话说对吧 但是你一旦倒得快乐的话 其实这种阵容 还是比较容易 被滚起雪球来的 是 赌点看能不能赌 对 赌到这个球图在哪里 但是这样的地图 你要么就是一个 这个一字长日证 要么就把 像双十一啊 请军入旺 对小船那个地方 像给我留出一个口子 所以感觉 大概率能找到自己想追的人 关键你要是真给他留个口子 你说不清他到底是个红门燕 还是说是他是在钓鱼了 对吧 你这监控者闹不好 就把这个鱼塘给他搅混了 对啊 就有时候你觉得你是猎人 对 但其实别人 但你其实是猎物 对 其实你其实是猎物 这个真的不好说的 把点位直接让出来 想让监控者直接抓 但是你要监控者直接选择中场 所有人的密码机 其实都不会被耽误 都能第一时间上场去破译 保护下先知 把压力给到囚徒 这个选点还是比较有趣 囚徒肯定是双弹飞轮 现在情况就是看这个记者 怎么去带的天空 道理我都懂 但是小大船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他也是有压力 因为板子少 对吧 对 只能说是有一个 二楼的一个地形 帮他绕一绕 但是能绕几圈 他还第一时间不能翻窗 对 他要真翻了窗的话 影子可能还在下边留着 到时候一个回座还能拿刀 他肯定是要尽量保持神秘的 是 宠爱这边带的是插眼 挽留底盘 对 但一插眼感觉神秘不了 对吧 这样的话 陶安这边是双弹飞轮 回忆这边是带的是双弹 没有带化险围仪 幻合这边是带的化险围仪 然后大龙这边是带了双弹 没错 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 本场对决是由 成都狼队的监控者 对战WBG的求人者 有解说安安叫小木 为你带来威尔什赛广结说 好 中场也是直接找大龙 肯定是直接奔着 大船上的人来的 没错 带了一个插眼的话 其实他不好躲 跟文化你是这种 想要浑水摸鱼绕出去 插眼 有没有意识到 现在耳鸣没有断 应该是能意识到 包括这位置应该能看到 走近 没有看到 想着他应该走出去了 大船没有耳鸣了 这一下给自己绕晕了 他是去大门了 还是去海边了呢 觉得他去大门了 距离直接拉远了 是的 也不能往大门去找吧 还断了一个飞 大副 就想找大门 觉得他往这边偷偷绕了 其实 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 摸过去了 他也不敢直接去大门 大龙现在已经到小屋了 再想找就有点费劲了呀 这 只能就换人了 看现在要不要去 抓一下逃马鸣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小船 已经拖了不少时间 小船先知也是蛮香的 可以 蛮香 但你是不是是个插眼的 你的插眼利用在大船 可能还不错 但是你要在小船这些有板区 比较长的地方 会不会让自己有点难受呢 我歌剧追人其实不是很依赖机的 对啊 我们带时常都有 那这里也是套只鸟 很稳吗 现在就是慢慢的吃一刀一刀的 现在不打 等你八秒钟 在这种短窗的话 还是比较难博弈的 尤其是我留一个影子的情况下 外面密码机也是有点快 主要也 不敢翻了 不敢翻 这样重 就是你犹豫一下 你就不能翻 你要是在他回速的低时间 还可以翻 现在身上还有个飞轮 窗弹还是两秒 这一波并没有接到窗弹 前面这个板是必须要拍的 这个板必须拍 然后看要不要用窗弹 窗弹再加上 但下一波没有 这个位置只能往空地拉 然后去飞轮博弈 一刀了 这个地方 这个飞轮要不就省住吧 因为你这个飞轮就算用了 其实也到不了板 那我多拖一秒不转吗 也行 对吧 主要是外面有球图 这个球图 早用早CD嘛 也是这样 飞轮可再生呀 对 对对对 你看这个密码机 它其实牵制很久了 将近四台了已经 球都在外面破译 它根本就不担心 有没有什么遗产机的 我船都能给你传开 而且它往这牵制还挺好 就把换鹤也不会被拦 是 反正人就倒我脸上了 也最快能去救嘛 对 这样的话 你像宠爱想打出节奏 还真的挺困难的 因为这波化险为一开 拉走遗产机 密码机一修 就压满 你就其实就已经压好了 就直接倒走其实就行了 就现在还要看 还打椅子了 哎呦 这救人太舒服了 存在感也没有能对哪一点 看看这边先吸了多少鸟吧 马上就吸出来了 第三波也不用担心一个 回王反照的问题 这把的话 球人者确实机会还蛮大的 小船这边密码机 应该也算是个遗产吧 往这边倒是想让囚徒过来吗 应该也不要过来吧 修密码机收益会更高一点 现在的问题点也是 没有带回王反照吗 挂地压室 但是这个千里迢迢往地压室里倒 还是挺亏的 因为毕竟记者他没有带化险为宜嘛 是 所以你这波救人的话 你想去把他保住地压室 是有压力的 现在还要救吗 毕竟也没有化险为宜 也在救的他收益不大 但是仙人马上就有鸟了 这你忍得住吗 我觉得搏一搏吧 反正记者有待回王反照 那这个下野刀是必须要帮他扛到 只要能帮他扛到 这个鸟就能吸 救好了 四人看门战 没救好也是一个 三人看门战保平局嘛 是 宠爱现在这一刀 其实就可以直接针对仙知了 只要下野子就打个针对刀 看宠爱的想法 他可是不知道记者带什么天赋的 到底打不打 先打针对 这边仙人鸟快戳 扛到刀了 很关键看一下 鸟也已经吸出来了 对已经有鸟了 这就是有飞轮马上也好了 这一波还有创弹 可以顶鸟创弹 要队友直接亮的 怎么说鸟还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 可以拉开很远的身距 密码机现在也已经95了 这个时候记者是天门 直径能很到位 然后大幅过来就干扰一下 对 有点难受呀 这波只能硬抓先知了吧 大龙在旁边 但是大龙 飞轮 飞轮躲到 再翻盘 好秀 那这个位置你把回溯一跤 这个技能是肯定不能给的 只能硬搏 哇又骗到 又火掉了 还翻过去了 这鸟可是打过一次了 这就是一层老神 完全不影响啊 好第二波翻过来 但是这个地方都很难挂 而且那边好像双十有低窖 对 你只要挂了那边就走低窖 对 记者门已经开了 现在宠爱 他不敢不挂 对吧 他必须要挂人 也不敢出去 大副这个位置 既神秘 他用怀表 你根本拦不住的呀 拦不住 大副其实刚刚在窗口那边卡 为了就是让你这边 身具能拉得远一点 想把这个隐约的位置给它卡住 是是是是是 那这样的话 是在第一局的 胡锦春 面对割剧 WG拿下一个三跑 拿三跑 对面压力也就大了呀 确实 你求人者必须要 也要还回一样的分数 这张地图 我觉得求人者走一个 都压力挺大的 但是WG他们拿到了一个三出 胡锦春算上是监管者的地图 对吧 相关者优势地图 因为他你像割剧也好 或者说是艾维 能在一些的很多的点 他都能给你把点位架入 对 我觉得这把就是 首先一个开局囚徒 他这个跑 对 反绕 他直接断了一波割剧 很大的一个节奏 他前提找人 是 然后其次就是 限制这边我签制得很好 然后最后 我记者救人还扛到刀 让限制能够有身位 对 然后限制他博弈得也不错 就是每一个点 他们都做到了很极致 是 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三跑 主要是这样一个拉点 是把检纹者的剧本给打乱了 检纹者为什么在插眼 他其实就是为了 把大船上的囚徒 直接给秒了 他其实就想秒他 是 为什么在插眼 就是想让他藏不了 对 结果被他逃出去了 你小船在这种插眼的话 你顶多是能让他 叫雾面漫而已 对 就是他当时想过 囚徒可能会躲起来 对 也想过囚徒可能会往大门拉 但没有想到 囚徒在等你进大船的那一刻 他引到甲板了 你到里面插眼的时候 他人已经到海边木屋了 对吧 是 然后你再找到小船的位置 他已经在小木屋开修了 对 这很尴尬 来看一下这把搜索据出来 这边踩三个板子 命中了九次 震慑一次叫四次 好客这边破译进度是143 然后牵制了44秒 大农这边是破译了197 牵制了5秒 回忆这边是破译了111 牵制了32秒 好客这边是破译了49 牵制了110秒 整一局时间是竞争到了 4分46秒才结束的 这也就是有囚徒 球图密码机是真快 对的 球图这个角色 现在真的是在第一局 就是只要 为什么现在拿球图 就是因为你第一个人 可能他牵制的时间 并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么久了 你像牵制了80秒90秒 像再打个杂技 病患的这种角色 就能有心去牵制出来 是 这个球图其实就是为了 去弥补这一个缺点 然后把这个密码机的速度 给他提上来嘛 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去打一个速凶嘛 就是因为你现在牵制不动了 对吧 那我们就是抢密码机抢得更快 是 那你像这把球图 它都是开局没有修的 它是先跑了一段很远的路的 再开始修 它也修的比较多 前期拉点 就拉了差不多近半台密码机 对 而且你像这种大地图 胡锦村 你本身跑密码机 你就比较麻烦 有了球图之后呢 我很多密码机 我就不需要去补了 我只需要站在原地去修 这样的话呢 就能更多地加快 我修密码机啊 去点门 去救人的一个速度 对 只要你在大船再继续找的话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 小船刷密码机 只要小船那里刷密码机之后 双十一角落 其实还会再刷一台 是的 那我们双方选手准备就是 我们看一下选手登场 爱丽 再看爱丽杀我 就让果冬上了 我还抓你 还抓你了 太直白了吧 但是叶宇的 你再还要换一些 比较难追的角色 我刚才我想了一个 特别霸气侧漏的 谁来都一样 谁来都一样 对对对 他说我要换人 然后这边说 谁来都一样 就我管你三七二十一 哪怕是个佣兵大富的 我上来也照抓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个互动也很有意思 对吧 我还抓你 你怕不怕 一旦怕 你失误了 对吧 别管他们怕不怕 我们两个解说至少怕了 对吧 你要是上来 真要去找一些 比较能追的一些角色 包括你看 现在也确实有很多格局 直接上来抓佣兵 大富这种角色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选佣兵了 就光选大富 选大富还好溜一点 对 超级耐作对吧 你大富这边做时间 是做最久的吧 能做近14秒的时间 多做个 然后你像其他角色 你拥兵这种角色 谈呼万 谈呼万他几个影院 其实也就跟上了 是 看一下这边 叶宇的局勁演艺等分 是在6418.18 然后局勁签时间 是在67.02 局勁救人次数是在0.34 局勁配进度是在147.82 淘宝率是在26% 然后局勁治疗次数 是在0.21排在联系第九 是的 常务角色是飞行家 可杂技演员 这两个角色也是一个 辅救签置位 飞行家这个角色 现在也拿出了次数 也倒是有 但是真的要看地图 毕竟你现在要不带双弹 他个人签置你的背包 用完就是倒地了 但是他作为一个 就偏救人位的位置 他修得还快 但是你交互版那个雷若 对吧 这样的话 看一下487常务角色 古董勘探探 也得分到6000-821 有65000时间 0.47的救人 148的一个破1和45的淘宝率 是 在队伍里面也是擅长的是 OVV每天勘探探人 然后将这种 古董勘探的角色 在队伍里面也是实际上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刊探员这个角色 第一局反正还是比较难拿的 是 主要是针对使徒嘛 对 然后我们看到小蝶 这边的局勁演员得分 是在5954.29 军勘探时间是在50.65 局勁救人次数0.34 局勁合一进度145.68 淘宝率是在47% 那在队伍里面也是擅长的角色 先知加心理 是的 小蝶也是一个 比较偏牵制位的一个选手 之前看他玩这个条纹是 是蛮秀的 然后觉得小蝶 长的角色呢 拥兵跟野人 也特别是7000-092 签时间的65秒 军勘1.42 破1125 有53的一个淘宝率 对 在队伍里面主要担任的 像佣兵 野人等这种角色 野人这个角色 现在其实就是为了保存自己 你防着被割据 或者是艾维这种角色 上来直接抓他 行动节奏 是的 野人这个角色 其实你要说论激动性 确实也没有像佣兵那么强 但是你要说是保人能力 他毕竟道具是无限的 你只要过来我就骑猪 你只要过来我就骑猪 确实 而且就除了路头之外 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经过抓他 没什么太能克的 然后破轮这个版本 大家也都不怎么玩 对 那我们看到艾莉这边的数据 绝人演艺得分是在10572.84 绝人击倒次数是在6.08 绝人淘汰人数2.21 绝人击倒用时是在64.33 四抓率是在13% 是的 长局色影师歌剧跟蜡诗 我发现最近这几版本 就是反正艾莉她是有点 偏爱这个蜡像式的 对 蜡诗这个角色 只要在前期拿下存在感够多 那你就是在手艺 你哪怕是个野人或者说傭兵 你都有可能救人士刷到 监管反正是很容易 首先很容易平局 然后在平局呢 她是有往多抓去争的一个面的 但唯一怕的就是因为 她比较偏走地嘛 前期的话不能被牵扯太久 你这个角色还有一点 她看运气 怎么讲运气呢 就是看你密码机分布 能不能说是能靠自己的 一加拉相把密码机封住 对对 就是要看这个密码机刷电 那很多角色其实她也是比较 依赖这个刷电 那比如说刷电好 我就可以守一个三连 对吧 你比如说我玩余率 那我肯定是要看一下 你密码机分布的 拉相师也是一样 对 虎敬村这种地图 其实拉相师也是有优势 但是你在第一局拿出来 毕竟也不太合适 像拿尔克里 确实 确实 这个她一般都是第二局吧 对吧 第一局还是偏 格局会多很多 然后其他人里也是练了艾伟的 对 有面阵 唐人街 还是说是像比较宽宽的地图 那你看拉相师 操作性就比较大了 是的 对吧 能封密码机 看到两队的一个硬 硬员屋 现在其实你要还能想一想 刚刚也是三跑吧 那艾伟这边她的任务就是说 是看能不能保护屏 保护屏就大比分拿下 纯狼队这边的求生者 反正就是要去争一个三跑 对于打BG来讲 他们第一局的概念 都是有点超额完成任务 毕竟是胡锦春 是 这个完全是给监管 给艾力去发挥的 那现在艾力甚至都不需要 特别发挥 她只需要去 稳扎稳打 给你保平就行了 那她的角色 领持 对 我拿个歌剧 我去选个 感觉都不用想别的 就歌剧去稳保平 不用想别的 就是你歌剧带闪现 或者说你歌剧带一些 吃场 我其实都去 我觉得就是 虽然说我们这样想到保平 就掏使徒 掏手艳 但感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歌剧上线更高 下线也更稳定 是 她比使徒这种角色都稳定 因为金东西你也摆在那里 是的 地图反正也是 现在已经定了 也就是在胡锦润 胡锦润怎么去选择 或者说是怎么去选择这种 程度上对你现在求生者 怎么去利用角色去争三跑 你飞行家单打二个飞行家 你自身也不是很能 在这张地图去进行潜持 因为飞行家这个角色 他怕什么呢 他其实也有点怕遗形 感觉还是得打出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配合吧 是 对 想想怎么样去 能够尽量地把这个身给拖出来 你要是说不带个遗形 带个闪现 你飞行家更是在大船牵制 其实没得难 要不就考虑打得稍微激进一点 就是我拿一些类似于舞女 然后如果空军被搬了 这种古董上被搬了的话 可能我还得拿一个篇幅助 有点类似于 全打硬牵制 不是先知 舞女 对 就这种感觉嘛 我去把这个节奏 跟你牵制起来 可以去打一些配合 对 攻击性拉满嘛 对 要不然就是说是小说家这种角色 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在那 是 是 是 小说家 那角色怎么去选择 上来先搬掉的是古董商 加上园丁 空军给放出来了 看你愿不愿意拿 对的 空军这个角色你枪交完了 后边密码机 你也破译了反而也慢 他们现在拿的容有很多嘛 但是选择的是杂机大副 直接把大副塞进全局 哇 很怕被搬掉 谁就拿出大副了 有一说一也挺心疼 稍微有一点 那还好 因为这个版本的话 你后面有守门人 记者 有些平替嘛 你要是大副加园丁 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是大副加一个杂机 对吧 那杂机的话 其实后面也可以 我就拿飞行加 变换 拉队员 变换 对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第三个角色 要不要再攻击性 拉满一点 再拿个强行牵制出来 牵制被搬了 就拿空军 对的 那给他们这个阵容 是不太好 出速修了 对吧 这再选一个囚徒的话 肯定要被追着打的 因为你只要去追这个速修 那么空军加大副 他们俩的密码机 就会会变慢 因为你空军是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你只要有人上椅子之后 他的会议速度 将会极大降低 所以看一下 第一手扳掉了一个心理 想减少一些稳定 感觉甚至还晃对面一手 对吧 给你一种 我好像要打艾伟的感觉 第四个角色 要拼吗 就是说把他卢国 直接放到 他这个艾里 会拿歌剧的身上 打给人家 半斤有吗 这个阵容的话 大家都是偏自爆 我其实也在想 飞行家你要是在这阵阵容 去拿出来 要不要是双弹加化线维仪 对吧 双弹化线维仪 你空军其实就可以带个单双弹 那我觉得他可以 直接带化线维仪 都不用带双弹 你要不带双弹 万一抓他怎么办 你的牵制可能也不带什么 我选一个小船 这种位子你也比较难追吧 那就看个人操作 对 因为飞行家这个角色 你稍微喷歪一点 那一刀可能就打了 你看我让飞行家去小船 然后砸进步屋 然后空军带大船 都挺能溜的感觉 这几个点位还是比较契合的 然后也是要防嘛 防你像各剧有 可能带着闪圈 或者是移行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自信 能牵制的 因为如果他没有自信的话 就选病患了 病患的话 在这张地图更好牵制 基本上是公式牵制 大船的飞勾点 和小船的爬上去的点 哪里这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应该是格局 正常肯定是格局 格局保平 压力很小 格局到这个阵容 其实戴闪就挺好的 没问题 就两边阵容选的都没问题 现在就是看领场发挥 对吧 短流底牌嘛 正常去走这个剧本的话 那也就是短流底牌 然后带个闪线 对的 只要是带个闪线 别管是杂技也好 还是飞行家 空军等这些角色 都能抓 那你这个三台密码机 其实有点不太能吃得准 因为像刚刚说的 哪怕选个小船 你稍微捧捧一点点 或者说是你自己的位置 少慢走了一步 那可能这一刀就能拿到 是 是 是 选择小摸的飞行家 然后大船设空军 小船这边选个杂技 然后小船慢呢 是来了个大副 对 这个选点的话 其实还是跟上一局 感觉比较像吧 对 把压力丢给大船的这个人 然后让他来去做牵制 上一局是囚徒 这一局是个空军 对对对 保护小船跟双十一这边 三个双台 三个双台 没有第二个换线为宜 也就是说这个场上 只有一个换线 因为就是在大船身上 然后监管者这边带的是 挽留加疯狂 然后还有一个 疑型 疑型 对 带快踩 那么现在准备比赛 比赛比赛的时候 打BG的监管者 对一阵程度浪 对求人者 有请问目目绝暗将为你带的 IBL实时赛况解说 戴的是个疑型 还是想去试试抓一下飞行家 是的 想抓吗 还是说是小船这边逼个怀表 逼个怀表 然后转头找一下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感觉要直接逼道具了 逼个怀表 选择交出怀表 还要深追吗 应该要先换一下 对对 大不了我打得再回溯回来 再追你嘛 是 小船这个位置找的 也就是杂技了 是的 杂技在这个点位 还是比较好牵制的 毕竟板窗比较多嘛 对 比较把板子都踩了 这板子不踩的话 能一直绕的 是的 这样杂技的话 应该可以去往小船 但是这边直接是往残影上走 走到脸上 被回溯打了一个猝不及防啊 这一波 那第一道是真的有点快 在40秒的时候 撤第一道 而且这边是有风窗的 这个窗子玩不了很久 首先还有一个疑型 只能在小船上面绕了 这波跳球的话 可能要直接交疑型了 直接翻 疑型直接交 但是这边疑的有点晚 不要过去 球是来得及扔的 对 还好 这边球蓄出来了 这个板子要不会溢一下 哇 哇 抽到直接抽到 尽管不溢到了 那在1分02秒 击到了第一个人啊 艾利这个节奏不错呀 而且他开局逼了一块表 那等一下 大副如果来救过一次人的话 开门战就没道具了 密码机不够 那你要大副过来救 划险为一 场上唯一的话 还好 没有通到小明 他起码可以比较安全的卡一会儿 现在不要去想 哎呦 还是被找到了 对的 这个表不能填被打出来 打击现在手上的球 虽然说有很多吧 但是你的点位实在是太尴尬了 是的 没有什么太能牵制的空间 第二块表摇一下 第三段 打一刀 是先不摇 打完之后再摇 防双倒 是 可以不用先管大副了 管大副这边位置 你容易把487的位置放走 而且现在大副也没有道具了嘛 是 就让他摸箱子其实也可以 这里的话没有26啊 这个点位附近没有板子了 倒大门 最后只能看空军这把枪怎么打了 但你还要救吗 你这把枪如果也交了 主要是你不救的话 肯定是平均往下走的 救人的话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吧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你空军如果过来救 你要是交了枪没受伤的还好 你要是交了枪还受伤 杂技还没牵制住 这个局面可能都不是走一个能说的了 但是如果说 能利用这把枪让杂技转到大船 有双弹跟球 还是有一些牵制空间的 不然的话 割据等一下一行又好了 他的想接节奏也是比较容易的 是 小杰这边过来了 看能不能直接无伤救 无伤救保住自己 是的 还好也是 还好也是迎天天贴过来了 艾力拦不到 也要看到了 这波就看空军的枪怎么发挥了 先打一刀 打一刀 红军是一定要受伤的 这把枪得交 那现在三个队友我觉得抢密码机 交给杂技去自己单溜 是 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先制的 直接交一行把他赶出来 但手上球还在 还有红球 这个红球会放的怎么样 直接封路 你给 这是直接博弈 可惜 这个小短板确实是比较难博弈 那你现在就是像刚刚说的一样亏了 你枪交了 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是半了 对对 现在就是说我能找大富 我也能找空军 你飞行家现在的道具 我不抓你就行啊 不过这波刺出了疑行 密码机差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嘛 是 所以还有机会吧 下一个节奏看能不能坚持得住 谁是想找往小明的位置 现在肯定是求人者要整理保平 对艰文人来讲呢 他要趁你状态不佳的这个时间段 立马续节奏 这样他就有机会多抓了 看一下 哇 打到恐惧震慑 那直接做住了密码机了 这就是开局B表的一个伏笔 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大富有表 你还真抓不了 那你现在只能是空军去修 你空军修了你这91%的密码机 你过来碰吗 你要敢碰碰到时候 他可能就转头直接换伤 对这个密码机 我只能说谁敢动谁得倒 对 你要说撑个95% 那是一定要过来的 但你这91% 你敢过来不放 而且这波飞行家救人 你很难无伤 你一旦掉状态等下三人残 对于球人来讲非常难打 现在就是直接逼 逼着飞行家过来救 是的 这边要不要交道具 是尽量保自己的满状态 不敢交 不交 想这个时候再保一下自己的命 那我觉得飞行家的道具 你得给我交 要逼你 直接交出自己的旋庭 飞行家要不现在就是 直接回到双十一 过来给压力 你敢 真的敢吗 真的可以吗 再不换病的话大富要一倒 你这密码机再去 更也会不了了 是 现在的话想硬抢 把密码机先压好 也是一种思路 但是开门站的时候监管技能也好 手上有一个上挂飞 现在是99的进度了 别说 这把对于监管人来讲 多抓面非常大 非常大 现在你就是说是如果击倒的够快的话 甚至他会有机会能四的 主要他们俩人都在这儿 门也贴不了 大富少没道具 根本支撑不了 是的 这个位置想要前提起来 能骗到吗 除非尽管自己失误 说白了 对吧 所以他们两个人只能一人一个门 看能不能去拖一个人走 千万别被四抓了 看一下艾莉这边自己的一个判断吧 从方向来看的话 想时间的小门动飞行家 因为大门那边离得也比较远 是 我们这边上去视角 其实现在如果能快速解决掉夜宇的话 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我觉得太难了吧 对角线的门你还要 因为空军他刚刚离的门离得太远了 是 这边也是点到门了 肯定来不及了 但是他能拿三抓呀 对 因为空军那边贴门的话 18秒只有能开 是的 这一道差一点 博弈得很好 一脚离得有点远 但是他因为没有办法连续使用道具 对 也没有办法直接去交自己的两段喷 喷到小川 这近15秒的CD实在是太久了 如果这个人是个拉拉队员 你别说还有点说法 对吧 空军如果是个拉拉 看门战之前把 那就是赛跑 对 振奋 不是 把这个振奋给飞行家 飞行家两段交冲到小川 还是有说法 哦 你是说让飞行家这边的话 靠拉队员 对 但其实从去 基本上的话 那可能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吧 对的 那我也是 恭喜这边 WG他们率先在第一局里 拿到一个6比2的一个大比分 对吧 算是一个突破 而且 也算是完成了他们 对这样的一个质量计划嘛 是 第一局一上来 我先选图主场拿到一个优势 这样的话 你第二局 你来进攻的时候 我只要给你保平就行 没错 在自己主场的地图下 拿到了一个6比2 然后在第二局 看能不能就是说是稳住 对 只要先用一个平等 在后面也是能一直给到成龙队这些压力的 没错 那成龙队在第二局 作为客场嘛 也就是说轮到他们去选图了 怎么去选图 让自己去把这个4分给他还过来 或者去想着办法 5比3 5比3的给对方还 确实 反正现在对于成龙来讲 我必须要先打一个大分 对吧 不然第二局平局 我第三局 你选图跟我保平 我没法打 再加上6比2这个比分呢 你说低也不低了 对吧 实际上说它相差是一个4 你可能拿一个4抓 或者4跑能还回来 但是在我们的比赛里面 你想要去硬他一个4 还是比较难的 有点难 甚至我们也是知道 你这是一个3抓加3跑 对吧 你3抓加3跑在这种局面上的话 是很难去做到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对于成龙来讲 反正就先想办法拿一个大分吧 对 他们现在比较擅长的地图 我觉得还是偏这种 永眠镇或者唐人杰一点 是 因为永眠镇 唐人杰 你像是从来他这边的角色 尺野就能往外去宽一些了 对对对 包括说他自己练的艾伟 对 他本身有的影视 然后唐人杰的话 这边自己有的小丑 还有破轮守夜人 但你往哪方面来想的话 那艾莉这边的角色尺野 其实往外走 确实 因为艾莉好像 虽然说我最近老打拉香尸 但是我拉香尸打得还不错 对 永眠镇 唐人杰 我也好打 是 那我们先看一下 才能数据 487这边是牵制了68秒 小杰这边是破译了169 牵制了10秒 然后小杰这边是破译了125 牵制了69秒 是的 这边是破译了208 牵制了55秒 那这边监管也是踩了四个板 命中了13次震射 三次接到巴斯艾莉 也确实是好能打震射 对 好能打 虽然我们说半状态你不直射 但是艾莉确实也是打了很多的一个空拳 没错 也是像说我们刚刚 就是你打了空拳的这其次 他其实就是骗到对方翻窗了 对吧 就是对于这种博弈 他是把握得比较好 是 对 那你现在的话 就得看打VG能不能去 稳住自己的优势了对吧 对 跟他们来讲 现在我们刚刚其实说的 永眠镇 唐人杰 这两个地图其实你要掏了 艾莉这边其实她的角色 也就是可以偏拉相这种角色了 而且就是说 像你这边拿下守卫人 我这边其实也没拿守卫人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局的精彩回放 快死 快死 不吸点鸟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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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鸟 70的鸟 我传一半 大门回头给我传 大门可以传 OK 先算了 我就要 不漂亮 不漂亮 不害怕呢 没心脏呢 这边大门压好了 大门压好了 就差我这台了 我这台差20多 就差20多 有鸟有鸟有鸟 就差20多了 就差10多了 就差10多了 还差个8秒钟吧 还差个8秒钟吧 6 他在海边6 我地窖在哪儿 不知道 我得躲地窖 能扛一道 能扛到 没事 我排地窖就好了 地窖那个哪儿没有 地窖哪边是没有的 双十一或者小车 5.2 1星差不多好了 他回到这个位置了 我可以抽 我去卡 我去卡 大门三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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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东方公厂 你说有没有幸看到两边的邦邦这种角色 我觉得可能就是两边都要掏艾伟了 是胡 艾伟 对吧 也确实 是 我们来看一段这边的赛前采访 压力倒是没这么大 因为一些情况我是比较了解清楚的 所以说压力倒是没有 就是放开手脚就拼就行了 就能打出多少的成绩就打多少 目前这个版本 大家都在适应 只能说 目前这个情况 只能说是未来可期 大家都在努力 然后呢 进步也蛮大的 然后呢 然后我个人 从这个赛季上面 也学到很多 额外的知识 以及更多的技术方面 交流方面 有很大的提升 其实打比赛 也确实能学到 很多的知识 因为你像是 从一些牵制的路线 包括你像是 从一些监管者的技能 点门的时间 都是能进行一些 精确的计算 对 而且我觉得 他对于就是队内 就觉得反正大家就是放开 对吧 能打多好就打多好 不要考虑太多 发生心态嘛 对 现在的话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地 距离自己的一个目标 越来越近了嘛 对吧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最后把握出这场比赛 是 你要说像刚刚 你聊的那个天 就是你聊的军工厂 其实真的好久没有看到 他们两个监管者 却拿了一三分钟帮帮了 宠爱其实他之前 是有打过S级的帮帮的 对对对 对吧 爱丽更不用说 之前也是帮我出身 对 角色上 那就来期待一下 这张图的一个选择吧 艾维 你要是说真军工厂的话 艾维两边真是都有可能 去掏打一波争手上线 打四桩 主要是 你如果说你非要选军工厂的话 那就得把练的艾维 给拿一拿 对吧 因为你张地图的话 别的情况是你爆发灰 你像歌剧被搬掉的一个情况下 那你张地图 你再选的话 就可能只能打中鱼女 是 对吧 你自己的 或者打使徒 手艺那种监管都不好打 然后蜡巷师肯定也是pass掉的 破轮小手也pass掉的 对 熊工厂这张地图 你像一些高强 挡辣的地方太多了 也不正很好喷命耳机吗 对 还是一个WG的求人者对抗 我选择是唐人其烟 对 宠爱 那这样的话搬掉有没震选 唐人其烟还是我们聊的 这两张地图 那唐人其烟的话 要给对方就上一个 小丑破轮的压力了 这张地图 是 破轮 破轮那个角色主要是 太吃你那个滚刺了 已经 你说滚刺还是形刺 你还要一夹子 对吧 你的夹子准才是重要的 但是有时候你这个 在你熟练度高的情况下 也会打出这种 出其不意的秒导 对 你要是说你波秒导的快 那你后边也确实有争刺的可能 而且破轮 你一旦开出技能 开出节奏之后 你真的是挡不住的 对 你又有角色 他就说我一定能遛 你必须要依靠飞轮 对吧 是 这个东西就很难 也太靠自己监管者的熟练度了嘛 就只要是你在第一波的熟练度 你没拿到手里 你后边其实也很难跟上了 是的 他并不像是艾伟 你艾伟这个角色的话 你在前边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我后边 我抓到你一个机会点 我还是照样能跪下来学球 是的 角色 毕竟也是在唐人街 唐人街能搭角色也比较偏多嘛 你像是在这张地图 修机位肯定是要来一个的 对吧 做几家球图什么的 还有就是说 这张地图变换也挺好 我飞天体系 我直接勾出墙 飞出二楼啊 变换玩具伤伤众 对吧 是 还能够去辅助下队友 然后你这样监管的话 武女其实也在这张地图也行 对吧 但比较少吧 如果愿意去辅助的话 你放两个加速盒 人直接走 对吧 对 你要真拿个艾伟 我放两个加速盒吧 其实也行 而且感觉上球队来讲 还可以去抢一些 你像武动商或者入恋师 这样的一个球队 对吧 这样地图它比较舒服 而且两边它毕竟不是 优选艾伟的那种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灵鹫 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 是 入恋师也是可以直接拿 对 但是补状态的角色 你就不好拿 对 因为就比较害怕 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那种补状态的嘛 就是拿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像入恋师 舞女等这种角色 你这样爱没拿出来 你也都难受 因为你像想抓 它也并不是说队友 就直接等在旁边 给你一个复尘逃遍的机会 是 是 是 直接就是拉远了 你就自己慢慢去抓 然后还会有两个 减速度的影响 你也难追 拉拉队员也是外面吧 对 拉拉的话也是一个 最近比赛一直很火热的一个角色 确实 拉队员这道具也毕竟是无线的 他有再生嘛 而且他自己能牵着同时 还可以辅助队友 对吧 好久也在呀 对 很多角色现在其实都在 想打配合出来的 其实有很多 因为他们其实两边不太一样 一边是抢的先知加囚徒 对吧 对错 另外一边的是杂加大富 这个完全是两个 反方向的一个圈局 看愿不愿意拿做取家吧 你二人愿意拿做取家 其实也行 空军 打不定如果说想要去快速抢分的话 他们可能会直接把 像古董商这样的一个角色 直接塞进去嘛 古董商其实也可以 围绕大防身绕 你哪怕真正是悬崖 我大不了不看你就行 对对对 而且这种局宠爱也比较难 去掏出使徒蜡相 所以确实比较克制 使徒 这要拿使徒 反正入练这个角色 真的是可以的 对吧 双大飞轮一带 主要他要争分啊 他人家拿使徒的话 我觉得还是贵的 对 我拿入练出来的话 我先保一下线 让你监管者 没有太多的争分机会 是 求生者现在是 我既可以打基金 又可以打稳 是 毕竟你第一局 也是在一个6比2的分数 对 但监管者这边 你肯定是想办法去争取的 要拿入练吗 是以求稳为首 还是说是在拼一波 拿一些什么像 类似于作曲家这种角色 看来是 对 之前其实特别喜欢 那种杂技病患的阵容 但现在的话 新的一个体系 拿队员 拿队员杂技 那就是也是要拼牵制了 第三手 要不要搬救人位呢 对 就是想把 艾伟也防一防 但这样的话 你这样一个阵容 可能要给宠艾一个 去开车的一个机会 对 这古董我感觉不能给 古董商要是给的话 拉拉配古董 带个杂技 那可能就是开门战不好打 你搬不完 现在准确实来讲 你搬不完 你都算把古董商 就给他搬进去了 他还有像是 类似于飞行家这种角色 也是照样能打成联动 还有看难员 对吧 对 选择搬掉看难员之后呢 感觉有了杂技之后 这古董商 确实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只能说在前期牵制上面 打团上面有些作用 但是后期还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是 现在打一个大副 前三之后还是能再联动 第四手 无论是选个飞行家 还是说来个拉 来个作曲家 其实都可以 作曲家也能受到拉拉对待影响 但是你这个阵容 我觉得等下重 还是直接上小丑算了 要拼吗 主要是唐人杰 猜不好 然后他 又选大副又选拉拉的 我觉得小丑完全没压力 是 弯掉入练师 这阵容就看 WBJ想不想防 你怎么去抵抗小丑呢 你看你补状态的角色也没有 然后你去断剧的角色也没有 真要防 那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偏双弹飞轮啊 或者说是丹飞龙这种天赋多一点了 你可能还要拿一个记者吧 拿调酒 其实我现在感觉记者好一点 因为你看你这个阵容 如果是大副单化行为宜的话 这个救人压力很大 调酒师你又没有一个人能去保护他 拉队员给他的辅助给不上 四个角色现在都在最防艾伟 对 不用说记者 我既能去签字又能防到小丑 然后我还能去保一个救人 想说选调酒的话 那他们就是要去更多的偏向于防 这个艾伟了 对吧 对 因为你艾伟是比较怕 拉拉跟这个调酒师的 从天赋上要看一看了 因为你从像你说的一样 你真要拿什么小丑的角色 你要是上来去 针对你像大副这个角色 或者说你拉拉队员 也确实不太好签字 这阵容确实是 比较针对艾伟 但是感觉有点怕小丑 对 然后你像破轮其实也是不一定的 因为破轮的话 面对调酒师 艾伟不是很好抓这四个角色 对 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宠爱现在还 会去选择一个 小丑这种角色吗 因为在上一次看到我们 就是说他小丑 输练度降低了一些 之前就是因为练别的角色 是 就更倾向于去选那个练的角色 熟生了 对 然后小丑的话一直被针对 就没怎么拿 现在的话也是 再看看这边宠爱他的一个选择 要拿吗 这个小丑 实在不行的话 有压力的话打个守夜 打个安也行 对吧 就保稳让队友去想办法 但你要真打个安这场上的角色 大副肯定是会给他放到安全点的 对 对吧 但是你要玩的话 你就肯定找大副 艾伟 打艾伟上来还是想拼一下 争论上线 就是很针对我 但是我还是要选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求生者来讲 确实他们这个防范就比较到位 有一所一意 拉拉队员这个角色 在这个阵容里面 他甚至也是可以带双弹飞轮的 我都是给你防死 真的很克制爱伟的一个求生者 现在的版本已经不是说 是我必须要带回宫反照 根本不像是那样了 就是我带个双弹飞轮 我只要再把前期遛够了 后边给个化险为宜 或者说我有个花球 我下来我就咬 那相当于就是一波回宫反照 就拉队员这个角色 只要我一直地去跟你拉距离 基本上是拿我没什么办法 没错 你只要把这个桃片一寄生 一传送 我就立马拉开 然后你不传送 你走地追我的话 我也不回头 就下板 你除非说你能很精准地 用你这个伊斯坦的喷 去把我喷满 说来的话 其实很难去追击他 现在看一下 天赋带的是怎么样的 因为拉拉队员 在这张地图 不能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 你让他逼到一个角落 给你形成个桃片 你别带飞轮 那第一刀会吃得很快 是的 这张地图是一个 左踢的一个选点的监管的话 其实这张图 调久这边换掉了大房 换了 换成一个箭头 是 两千温者直接选择了左上角的两个角落的位置 然后封住你大宝密尔基 天赋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是带了闪现张狂的吗 公平尔基然后去追两边的人还不错 我比较好奇他是带的张狂 还是说是带的 我觉得应该要带闪现吧 这个阵容 闪现 然后是闪现还是张狂 带的闪现 对 张狂万流 然后带个闪 然后换哥这边带的是双弹飞轮 大龙这边带的是单飞轮 然后回忆这边是带的 换钱为宜 这边也是带的飞轮 加上都防住了 不过大龙这边带的个单飞轮 那前妻自己这边也就要提前拉点了 毕竟你自己没有双弹 是的 这样的一个天赋待法的话 也是比较合理 是 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 本场对决是由成都狼队的监控者 对战WBG的求生者 有解说案叫小木 为你带来外奥师赛况解说 而且进场 丑爱这边是通过伊斯人先去控一下桃板这边秘把机 管这双控吧两边我都管一下 是 这个位置好像还真是 能干扰一下 能干扰一下 逃完这枚密码机 对的 先给他记一下 这样的话 这密码机不好修了 没错 以死人再招呼来 要先去控中场吗 这边大房 这条线上是有一个三连的 他还想 这边追人会更好一点 他想找一下大龙的方向 因为他现在不确定 大龙到底躲在哪里 对的大龙很聪明啊 大龙反正 走啦 走到你的出生点 是的 但位置还是找到了 不过这点位 要确定附身吗 不是很好抓哦 追他 但这边有一个二楼 低喷膏 喷到了 这样大龙没法回头了 必须要拉距离 不然的话他等下会被 这个一丝人给喷满 然后直接交花球 反正选到反扰 他想交花球直接进圈吧 因为毕竟自己带的是个飞轮 不过这位置有点危险啊 可能就是说我直接能拿到一刀了 这样的话第二个花球被迫交出来 但是已经是涨到60多了 又打可能会被秒 有点危险 这个飞轮能破吗 因为这边一个盆 想飞轮顶 但是没有预判到 可惜 那这样牵制时间的话 宠爱其实是比较舒服的局势啊 对 而且这边的话应该是 能够挂到一个遗产机的 还是让一丝人出去干扰吧 因为相当也行 对对对 哇 那这边穷者很炸啊 对 而且甚至就是说 现在可以踢一下板子 把这板子全部清掉 不要来一下伏笔